今天又婷来了 咱们就可以谈谈房子问题 是吗 不要再谈腿的问题 对 腿了 我的腿比我的脸红 自从你上次一提了以后 那确实有优势 确实有优势 而且呢 这个见到你的腿 比见到你的脸难 难 我也是开心 所以你看人家这个 今天又婷大抽编 是吧 我就喜欢这样的女孩 大方 对吧 大家爱看什么 给你们看 对吗 是吗 巧合 是 又婷这脾气 我觉得是很好的 是吧 我们还要看别的呢 这没得看了 没得看了 反正又婷 就是平常 看房价 特别关心的问题 我看就两条 一个是嫁人 再有一个 有直接连带关系的 就叫房子 是吗 这两条 你为什么 不买房子 我想买 买不起啊 我这代表 太一般人的心声 我买不起 有男人呢 新婚姻法不出来了吗 不能靠男人 靠自己 我们独立 独立时代的女生 那新婚姻法 是大陆的吧 香港 不相干吧 我有可能嫁给大陆的 你看 你看 是 我现在标准 有放宽 没错 我现在研究 全世界国家的婚姻法 没错 你现在就说 找男人 已经没有地域的差别了 因为那天 选美的时候 马家辉还问我 他说我想问个问题 合适不合适 我说你想问什么 他说我想问 你嫁人 你是愿意嫁给大陆人 台湾人 还是香港人 最后他没有问 你现在在 对这个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没有 完全没有 你觉得两岸三地的男人 完全等值的 global global 全世界都行 都行 老外都行啊 老外都行 老外都行 他只是暂时 利比亚的不长 对对对 奥巴马 奥巴马的同乡都行吗 行啊 行啊 奥巴马这么优秀 你怎么 不 他同乡长得 他同乡长得跟他不一样 不是 长得潜力 潜力问题 所以他是下一届 什么肯亚总统 你也不知道 肯亚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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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老婆 是南非的总统 可以有几个老婆 但专一还是重要的 所以不管在嫁人之前 但是又听 这跟你讲啊 房价在降 徐老师 最近在香港买房子 他们说呢 在等等 说也快要降 有这个说法 对吧 你想啊 不是吗 有降 但是是不是降到 我们可以买的价钱 我一直都觉得是个文号 那么但是大陆 降的据说厉害啊 当然我没有调查 我只是看新闻 因为呢 已经出现了说 上海一个楼盘房价急降三分之一 就是说这个这个 甚至有有消息 讲这个北京 也是啊 北京新建楼盘呢 在这个半年之内吧 好像说是 也是 这个降了一代队 反正这个 而且你可以看看照片 你可以站照片 徐老师 这是你们上海啊 上海龙虎 你知道吗 业主造反了 砸了那个售楼处的 沙盘 你看再看下边 就砸了吗 说我们血本乌龟了 所以你看楼价涨的时候 我们冲击受楼处 楼价跌的时候 你看他们就 油行了 退房 退退退 其实我现在觉得 你看现在北京新建住宅 价格连续四个月停涨 停涨 就是实际上 我现在觉得 他们碰到了香港人 很熟悉的问题 你对吧 你过去就是一直以为 房子都在涨涨涨 涨涨涨 你说老百姓 到底愿意涨 还是愿意降 香港是一半一半 香港的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就是说香港的住 就自己拥有房子的人 跟租房的人一半一半 那么所以呢 这个社会不就争持吗 但是肯定是有房的 这批人的力量大 因为他们有钱 他们有权 所以你看香港啊 他那个公务 现在在提倡要盖居屋啊 但是有这个 梁振英说三万五 那个唐英年说三万 为什么这么谨慎呢 就是因为他们 大家都记得 董建华曾经说过 一个八万五 对对对 为此大家就名分 那你知道 在外面的人来看来 不是很简单吗 多盖一点居屋 或者是公屋 就可以使那个房价 下来一点嘛 但是在香港 他会导致这么一个 另外的问题 他一下来呢 他银行就会有问题 整个金融体系 就会有问题 整个经济就会有问题 所以明明知道 这个房价是这么贵的 对老百姓是不利的 甚至说是不值的 但是全社会 都得撑着这个东西 对啊 这个朱镕基早就警告过了 那个时候 我记得他在深圳 他就说过 香港的今天 就是你深圳的明天 其实现在正在兑现 现在内地的房价 尤其是大城市 这么往香港的方向赶 将来也会碰到 这样的情况 总有一天 他们会发现 要是房价真的跌了 这个引起的社会动荡 可能更大 因为我知道 我周围的很多人 他们已经拿他们的房子 当成他们的有形存款了 对 就是他们存款 他们在银行没有什么钱了 大概基本 百分之八九十 他都在房子上 所以我觉得那是 已经是一个 把房子当做投资 就是我们以前买首套房 第一套的时候 你不用管他房价跌不跌 我就是要一个 安身立命的地方 是吧 所以既然自个住 他可能是十年 十五年的一个时间 所以你管他房价 在这一两年怎么样 他是十五年后的事情 我只要先立在 就是有个基地这样子 这是最重要 可是现在所有人 把第一套房 同样当做是投资房的时候 你就会对这个房价很紧张 他高高低低的时候 你就会心情更有点 还有人心呢 有一个很奇怪的心理 有的人说嘛 你是做了局长 一辈子是局长 嗯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一辈子做过 你曾经做过一个官 比方说你到过局长 后来你不做局长了吧 但你总觉得你是局长 你也希望人家还叫你局长 对不对 有的啊 有的 我不说有的 我的朋友的父亲 就是老干部 他这是 他说 他这老干部 叫现在的习惯啊 每天呢 他们家的人烦死了 三代同堂嘛 老干部拿来 人民日报啊 话就圈怨 这个儿媳妇怨 这个小孙子怨 然后家里人看完了 笑什么 那个老爷要汇报 他真是过这个瘾啊 当局长的瘾 对 我也见过这本人 后来他退休了以后 到美国住在女儿家里 在加州的沙漠里 真是闷死了 没错 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好像是 区长还是副市长 我什么忘了 所以你记住一个道理 他如果他曾经做过副市长的 你以后他再退休了 你还见面 你还是得叫他某某市长 没错 那么你知道 这个在经济上一个道理 就是说你曾经有过个房子 他曾经有个度 人家告诉你说 在这个房子值800万了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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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是800万了 你不管你当初买来 可能是300万 可能是200 你就记住800万了 所以哪一天 人家跟你说 现在600万了 他就觉得很大不足 所以可是投资有风险 竟然是投资 不不不 他不觉得是投资 他觉得这是他的身价 这是他的身价 每个人心里都已经 现在很多人悄悄已经 因为这个接受家法 很容易接受 嘴里发发牢骚 你问他说 你的房子现在值800万了 他肯定回答一句 我只有一套 再讲有什么意思吗 但是如果说明天 人家告诉他 那800万 现在只值400万了 你看他是个什么反应 又听我到突然发奇想 你说女人心中 对于他的这个找到过的男人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他曾经 比如说跟过一个男人好 游奢入检男生 对对对 是不是会有这种曾经沧海难为水 就以后再找谁 他心里会拿他曾经有过的这个男人 我觉得难免了 难免你肯定是会比较一下 早知道上次那个 我可能生病的时候 上一个男朋友是包了鸡汤给我 你怎么就只是旁边买个粥 就是你恐怕还是心里面会有一些比较的问题 你像那个 我记得毕加索的女人之一了 就毕加索的女人之一 就是毕加索死了之后 他就一年 就是就在那个他们那个房子那坐着 天天在外边就在门口那坐着 然后一年以后 好像在毕加索的生日还是死日那一天 自己也自杀了 他心里可能就有一个曾经沧海难为水 就是说再也找不到一个能够折磨我到这个程度的男人了 会不会是会有 女人会有这种心理吗 是有可能 所以那个什么 我妈也常跟我讲说 你要忘记过去 忘记过去 你妈很了解你的过去 她就说你不能一直把外面过去的 不管好的不好的经验 当做下面一个的借鉴 这样的话你永远没办法 很开始就是干净的去认识一个人 你看人们对房子尚且都难以做到这一点 对于男人更难了 是吧 说得容易